大国崛起 经济 科技 军力都够了也不行 还差一个关键因素 大国崛起需要很多的条件 比如先进的科技 雄厚的经济 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 具备这三者 那么大国地位基本上是妥妥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 其一 大国地位不意味着霸主地位 大国可以有很多个 但霸主往往只有一个 其二 大国崛起除了需要上述硬件之外 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软件 那就是高明的战略 如果软件不到位 即便具备了先进的科技 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也很可能绝而不起 这里有正反两面现成的例子 先说反面的例子 一战爆发前夕 德国在科技 经济上名列前茅 在军事力量上更是领先群伦 貌似从列强升级为霸主 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因此 德皇断然抛弃了 铁鞋宰相比斯麦 为德国制定的和平崛起战略 开始四面出击 最终导致一战的爆发 战争的结果大家也很清楚 尽管德国拥有当时最强大的陆军 但最终还是被美英法联手击败 帝国霸业遭遇重挫 再说正面的例子 东西两大洋 南北无强敌的美国 在内战结束之后 通过暗杀林肯迅速弥合了 南北之间的战争创伤 国力大幅增长 在19世纪末 大约甲午战争前后 就已经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 但美国一直韬光养晦 推行门罗主义 表示绝不插手欧洲事务 也希望欧洲列强别把手伸到美洲来 最终等来了一战 二战的爆发 美国凭借强大的工业和经济实力 暴兵 暴剑击败了德国 日本 称霸全球 很显然 德国之所以连续两次崛起失败 主要原因并非在于其硬件不够 而是德国不知道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道理 结果帮美国做了嫁衣 其实德国只要再耐心一点 就可以预料到 崛起的美国和英国之间 迟早要兵戎相见 到时候再出来摘桃子 那就轻松多了 但德国却打残了英国 使得美国在战后轻松从英国手中 接过了全球霸主的权杖 而德国两次战败 两次分裂 宏图霸业转眼成空 这说明什么 说明了两点 起一 大国崛起 绝不仅仅是经济 科技 军力的比拼 更是智力的碰撞 如果缺乏高明的战略 即便硬件够了 最终也很可能绝而不起 甚至分崩离析 德意志人在关键时刻 失去了战略定力 抛弃了比斯迈提出的广洁盟友 以待天时的稳妥战略 这其实就是德国版的高筑强 广积良 缓称王 所以德国几乎永远失去了 成为霸主的机会 其二 大国崛起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战略人才 这个概念到现在国内 似乎都不存在 或者说不明确 那么什么叫战略人才 简单的说 就是大国崛起的规划师 铁鞋彩相比斯迈就是顶级的战略人才 为德国规划了稳妥的崛起路线 咱们的一带一路也是大手笔的战略 但需要指出的是 除了制定崛起路线之外 还要洞悉先机 要预先想到对手怎么出招 以免掉入陷阱 比如说 普京就一不小心掉入了美国设置的战略陷阱 俄乌冲突的爆发 不仅让俄罗斯付出了惨重代价 也让中国极为被动 只有美国赚的盆满波营 不仅高价出售军火 石油 天然气 还零元购收编了欧洲各国 建立了反俄 反华的统一战线 由此可见 白宫的大军师们足不出户 没发一枪一弹 就能在万里之外制造一场战争 困住俄罗斯 并威胁中国要将乌克兰模式复制 粘贴到台海 还是那句电影台词说得好 21世纪最贵的是什么 是人才 什么样的人才最珍贵 毫无疑问 是懂大国博弈的战略人才 经济可以拼 科技可以攒 军队可以训练 但是战略人才哪里找 由北三国茅庐 得诸葛亮相助 忠诚一代帝业 曹操流泪叹息 若郭凤孝还在 哪有赤壁之败 天下不会三分 由此可见 千军亦得 亦将难求 更何况是国家导师 崛起路线的总设计师 那更是凤毛临找 说这么多 无非是要强调一点 不要认为自己经济上去了 科技赶上来了 军事也强大了 崛起就是理所当然的 不是的 崛起和分明一样 谁说怀胎十月 就一定会母子平安 大国常有 霸主不常有 咱们发展到了这个份上 早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国了 哪怕咱们再以发展中国家自居 美国也会将中国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是咱们说一万便不称霸 也改变不了的 所以 现在中国缺什么 缺两样东西 一个是时间 另一个就是战略人才 注意 是战略人才 而不是战术人才 或者可以处理好局部问题 比如说 此次台海危机 解放军在哪里军演 军演强度怎么样 发射什么武器 为什么放佩洛西进去 又为什么任由他离开 为什么解放军的军演 要完美错过佩洛西访台等等 这些处理的再漂亮 都谈不上战略人才 这不过是见招拆招 拆得比较漂亮而已 真正的战略人才 没有这样的将棋 一般来说 是看不到他出招的 只有对手发现受伤 才知道自己着了倒 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 那就是美苏争霸 苏联最终为什么会解体 那就是美国和平演变的结果 但这个战略刚刚启动的时候 鬼知道在哪里 等到苏联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美国不费一枪一弹 就终结了这个核武超级大国的时候 大家事后一分析 得出试检报告 原来是美国的和平演变 这就是顶级的战略人才 他是不是比枪炮 原子弹还要可怕 而且说句实在话 战略大师出手 基本上是防不住的 除非本国也有同级别的战略人才 而且还要君主 善于纳建才行 比如说 范增老早就劝向于杀掉刘邦 但项羽不听啊 有什么办法 最终范增活活气死 反观刘邦从剑如流 哪怕是平民百姓向他提意见 只要有道理 他就听取 比如定督观中 就是一个汉军普通士兵楼靖提出来的 所以 大国崛起真没有那么简单 大家都说 决定战争胜负的 最终还是人的因素 大国博弈何尝不是如此 不要认为硬件够了 崛起就是顺利成章的事情 所以汉武帝才会说 玉成非常之功 必带非常之人 他本身就是雄才伪劣 是非常之人 又碰到了魏清 或聚并这样的千古名将 所以才能北逐匈奴 南吞百越 凿空西域 东并朝鲜 汉朝才成为真正的霸主 与罗马帝国等量器官 华夏文明登上世界巅峰 那么 该怎么去找战略人才 天幕红尘有句话很有哲理 见路不走 见像飞像 意思也就是说 实事求是 不注意法 是真要找人才 而不是做个样子 如果存着老子天下第一 还需要三股茅庐的心思 那是找不到的 项羽就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子 所以人才都远离他而去 而刘邦却老老实实地承认 自己不如张良 萧何与韩信 把自己摆得很低 于是人才投奔他如百川归海 崛起 看硬件 也看软件 还要看时机 时机有时候是英雄造实事 但更多的是等来的 德国等不了 美国捡了便宜 在股市里有一句大家都知道 但绝大部分人都做不到的名言 那就是等待 也是一种美德 这一铁律也适用于大国争霸 相关的例子早已不胜枚局 所以咱们中国崛起 一定不要焦躁 慢点没关系 但一定要稳 而且要真心实意地寻找战略人才 给人才上升的通道 只有这样才能成就霸业 中俄海上连沿 俄军摄影师近拍南昌舰 中国055大区气势磅礴 东方2022演习在俄远东区域启动 中印等十几个国家派出兵力参演 中方海陆空部队均有参加 其中55万吨大区南昌舰带队的 现代化舰队前出日本海 与俄军舰队会合 并在日本海举行海上联合军演 据现场公布的画面 中国海军南昌舰与俄方舰艇 在日本海协同出海 俄军摄影师从多个角度 拍摄了中国55万吨大区航行的画面 画面中的南昌舰气势磅礴 气场十足 相关报道显示 此次海上连沿 中方一共派出三艘军舰 除了南昌舰之外 还有一艘054A型护卫舰 以及一艘大型补给舰 有评论认为 此次中方派出的三艘军舰 都相当有代表性 虽然数量上没有安排很多 但却能够比较均匀地反映出一支 标准舰队的水平 这有助于确保体现军演的效果和意义 而且又不至于宣宾夺主 毕竟此次军演主要是俄罗斯主导的 但是俄方能够拿出来的代表性军舰并不多 如果中方拿出来的舰队规模太过豪华的话 那么可能会让俄罗斯感到难为情 相关报道显示 俄罗斯方面也十分重视此次军演 俄太平洋舰队也派出了多个型号的驱护舰 甚至连扫雷舰也出动了 但是俄军现有的大型现代化舰船数量并不多 由于乌克兰局势影响 俄军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巡洋舰瓦梁格号 仍然在地中海盯着美军和北约舰队 因此没有来参演 没办法的情况下 俄军只能派遣克雷洛夫元帅号导弹测量船 来充当指挥舰的角色 该舰拥有超过两万吨的排水量 场面上算是过得去 再加上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驱逐舰的加入 俄军也算是凑出了一支大型舰队 但是如果要对比舰队现代化水平的话 中方无疑已经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解放军海军舰队已经完成现代化 在意舰艇基本上都是新的青年型号 尤其是055型导弹驱逐舰的批量服役 让解放军海军的现代化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对比之下 俄罗斯虽然也是一个海军大国 但是因为受经济因素限制 俄海军舰艇更新换代缓慢 只是造一些普通的护卫舰 大型战舰并没有建造的计划 因此现在的俄海军舰队 只能依靠以前的旧舰来冲门灭 当然 中俄联合军演主要体现的是友谊 以及捍卫和平的坚定决心 此次中俄军演将进一步提升双方的互信 以及协同行动的能力 这对于世界和平发展 同样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两舰 中俄出动60艘战舰 在日本海举行联合军演 岸田看懂了吗 近日 据媒体报道 俄罗斯东方2022军演 在俄东部战区 拉开了序幕 中国也例行参加了演习 俄太平洋舰队将与中国海军一起 在日本海水域执行联合任务 以保卫海上通讯线与经济活动区 并配合沿岸地区地面部队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演习共有十几个国家的 5万多名精锐士兵参加 出动了包括60艘战舰 140架飞行器在内的 的5000多件装备 那么中俄集体亮舰 岸田看懂其中的深意了吗 日前 日本发布了新版防卫白皮书 岸田政府在此书中加强了对威胁论的炒作 大肆抹黑中国在亚太地区正常的国防政策 及海洋维权行为 还提高了对台海问题的关注 但这完全是在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 为台独势力摇旗呐喊 十分不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局势 日本为何频频插手台海局势呢 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 日本在钓鱼岛等问题上 也是越来越力不从心 于是想借台海问题制衡中国的日益崛起 此外 日本还想借台海局势 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多个领域的合作 为摆脱战后体制束缚 彻底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 实现扩军做准备 从上述可以看出 日本为强军扩武 很可能还会继续炒作台海问题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那么中俄两国在日本海联合军演 是针对谁 对此小编有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俄乌冲突爆发后 日本加入了西方国家疯狂制裁俄罗斯的大合唱 但也遭到了俄罗斯的强硬反制 此次中俄两国海军在日本海开展军演 就是在警告日本 不要在俄罗斯与北约的对抗中上蹲下跳 岸田政府在外交方面与七国集团保持着紧密合作 对俄罗斯实施了全方位制裁 包括对俄罗斯及其盟国的民众进行制裁 冻结俄罗斯在日本的资产 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商品 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黄金等等 面对日本的制裁 俄罗斯当然是予以反制 明确关闭了与日本解决领土问题的通道 更是在能源方面遏制了日本的脖子 其次日本未修宪阔军 大肆炒作他国威胁论 一再插手台海局势 美国派遣议员窜台后 日本也紧随其后派议员古乌龟斯窜台 还放话称要在西南群岛和九州岛部署 千枚远程导弹 对准东南沿海地区 以抵消中国大陆的军事优势 甚至直接表态台湾有势及日本有势 从中可以看出 日本想要借台海危机修改和平宪法的野心 已是昭然若揭 但无论日本如何挑衅 注定不会成功 因为日本每走一步 中国都会做出应对 这次中俄海军在日本海籍截重兵进行军演 将给日本遗迹当头棒喝 使其重温历史旧梦 深刻认识到开历史的倒车 必将遭到正义的惩罚 再次中俄联合军演还是在告诉那些诸如美国 对中俄虎视眈眈的心怀不轨者 中俄完全有能力应对来自各方的威胁 中国的崛起 俄罗斯的强大是美日等国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 他们妄图筑起一道海上包围圈 围堵中俄这两大对手 在此过程中 日本充当了急先锋 不择手段给两国制造麻烦 对于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 想要收拾中俄的一事 两国也是心知肚明 多年来的联合军演 让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实际行动中得到了夯实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军事实力突飞猛进 俄罗斯虽经济发展缓慢 但拥有极具威慑性的战略力量 两国相互协作 在这种情况下 若美国及其盟友 禁止走向反华恶俄的道路不回头 中俄也将采取反制手段 相信到那时 美国绝对不会是胜利者 总而言之 中俄在日本海联合军演 在不同国家眼里 性质是不一样的 中俄等参演国将演习 当作加强各国合作 维护地区稳定的契机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韩国及其邻国都没有意义 日本反应为何如此激烈 相信岸田心理是有数的 长期仅跟美国身后狐假虎威 让日本忘记了自己的战败国身份 中俄联合军演就是在敲打日本 中俄强大的作战能力 毋庸置疑 若日本还敢跟随美国接连挑衅 中俄必将使其付出代价 相信那会是日本不想重温的 中 美 日 德 印 印 发 加 亿 中俄 中俄 指得以巩固 与印度相比 英国2022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5.8% 叠加更低的通胀率 更高的货币贬值幅度 这使得英国GDP仅略微提升至1.596万亿美元 与印度经济规模差距拉大至1230多亿美元 英国经济在全球的排名 也由去年同期的全球第五名 降至当前的全球第六名 排在印度和英国之后的仍是法国 上半年经济实际上涨4.5% GDP折合美元约为1.418万亿 排全球第七名 印度GDP和英国 法国的差额不断拉大 这符合大多数人的认知 毕竟印度人口规模占据太大优势 印度的制造业 用电量 钢铁产量 能源消耗量等数据 也是英法两国难以匹敌了 不久前 日媒发布了全球重要期刊中的论文数据 在科技论文产出 引用数量等方面 印度在全球发展中经济体重 都是仅次于中国的 已经可以和部分传统西方经济强国相媲美了 更加重要的是 印度和我国一样 在科技产出领域里的发展速度和潜力 都是当前的英法等国不能相提并论的 当前缺乏的主要是之前的积累规模不够 这属于时间的问题 从上述角度来看 印度经济规模超过英法 未来再超过德国 日本升至全球第三名 这是大势所趋 中印两国将长期承担全球发展中 经济体中的领头羊角色 将长期是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贡献力量 前四强仍是美 中 日 德 从经济规模角度来看 美国依然占据较大优势 上半年完成的民意GDP高达12.267万亿美元 增长3.2% 我国以8.678万亿美元的成绩继续排全球第二名 日本GDP为2.191万亿美元 排第三名 德国上半年的GDP约为2.058万亿美元 同比实际上涨2.8% 继续排全球第四名 但与日本相比 两国的差距拉近了 仅约为6.5个百分点 如果日本经济继续低迷下去 未来两三年内或将发生逆转 俄罗斯与韩国争夺第十名的位置 2022年上半年 加拿大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复苏势头 实现了4.2%的实质性上涨 完成的GDP为1.046万亿美元 排全球第八名 第九名是意大利 上半年经济上涨5.2% 约为9931.92亿美元 今年的情况较为特殊 特别是从4月份开始 在要求欧盟采用卢布购买天然气等措施推动下 卢布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叠加通货膨胀因素 俄罗斯GDP换算成美元后 有可能会变得更高 与之相比 韩国经济虽然在上半年 实现了3%的实质性上涨 但由于韩元汇率贬值的影响 GDP换算成美元后 反而降至8537.73亿美元 一升雨一降 很有可能导致韩国GDP的排名 被俄罗斯超越 可惜的是 俄罗斯当局仍未明确公布 上半年的GDP详细数值 我们不能对上述观点 给予更为精准的证明 这就使得全球GDP前10强榜单 产生了新的悬念 明镜是在外面